嗨,大家好,我是好夜 陪你一起学习学校米交的知识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占用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订阅好夜的频道 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好夜的任何一支影片 一场马拉松会有起点和终点 你跑得越快耐得更久 就越快达到终点 在开始起跑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写着 start起点的大步条 跑了5分钟10分钟之后 你会看到各种标签 引导着你要跑向哪一个正确的路径 然后在过程中 你也会经过一些补给站 喝一些水 吃一些香蕉又或者是面包的 补充能量再继续充斥 而在每一个阶段 你也会陆续的看到一些大步条 给你做引导 告诉你还剩下20公里 还剩下10公里 还剩下5公里 就快到终点了 而达到目的地的秘诀 就在于不断的坚持 不断的努力 就算气喘吁吁 也不要停下来 感到非常辛苦了 也不要放弃 一直跑 一直跑 就算是脚抽筋了 肩膀感到非常的沉重了 也要一拐一拐的 撑到最后 终于一天 你会抵达目的地的 而到了那一个时候 你就会苦尽甘来了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 并非如此 我们的人生道路 并非只有一个起点和终点 现实的生活 不会给你告示牌 标签 只是你要走哪一条路 也没有铺条 会告诉你距离终点 还有多远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人生 并非只有一条路线 只要跟着这一条路线走 就会抵达目的地 它跟像是 你站在一个迷宫的分叉路一样 无论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你总是会有很多的选择 而身为人类的我们 总是会非常擅长的 在选好的一条道路上 不断的往前冲 有些时候 我们很幸运 就可以一路通畅无足的到达目的地 来到了另一个分叉路上 再做选择 就算今天你认识到了一个对象 一见面就谈得来 无论是性格还是价值观 都非常的合得来 一拍即合 交往了几年后 就踏入了婚姻生活 结婚后 你就来到了一个分叉路 到底要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 生几个孩子 安家乐业 还是要和另一半 到世界各地游玩 海角天涯 还是选择和老婆一起奋斗创业 赚个集桶金呢 这一切都回归到我们的选择上 也就是你的分叉路 但有些时候 我们走走一下 就会来到一个死胡同 陷入胶着状态 无法继续往前进 就像是你和一个对象 交往了一段日子后 发现双方的价值观和理念 有很大的出路 就苦苦纠结 总是不想分手 又或者是做了一门生意 做不成 还是苦苦地撑着 就卡在了那里 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 可能你我都会经常经历过 但是我们总是会很喜欢在错误的道路上 坚持不懈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人最讨厌的就是倒退的人生了 觉得倒退 觉得放弃 就是一种失败 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 觉得那就是在浪费人生 更不想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 当你想要过好这一生 在迷宫里面过得轻松自在的话 就要懂得从一个死胡同里面倒退几步 再选择另一条出路 其实很多时候放弃并不是一种失败 而只是让你在人生道路上多一个选择而已 同样的 害怕失败也会让我们停留在分岔路口 举步步前 就好像你工作了好几年 有了一定的职业资本 无论是专业技能 还是工作能力都有一定的水平了 也存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一天你突然发现到 其实自己的选择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创业 也可以转换跑道 做另一个以前很想做的事 有或者是继续安稳的工作 然后把多余的资金拿出来投资某一个项目 但站在三叉路口的你想要创业 思前后想觉得风险很高 很多东西要烦 忧郁了 想要转换跑道 又觉得要从先开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累积到目前的成就 而且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接着想要继续工作 靠投资迈向财务自主 又觉得目前诈骗很多 不懂钱投入进去后 会不会就一去不返了 到最后 我们就会止步步前 戳躲岁月 可能更年长一些的时候 又会开始感到后悔 不甘平凡 所以说 害怕失败 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 也是让我们远步踏地 互发起开新的一条罗马大路 耐向人生新的一段旅程前进的导音 因此如果你感到忧郁 完全被理性的歧视给操控的话 不妨学着偶尔放开缰绳 让心中的战马自由的奔放 或许人生会过得更加的精彩 只要做好跌倒的心理准备 那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人生因为不确定性而精彩 选择需要勇气 放弃一样需要勇气 我们从来都不会知道 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可行 但我们却也可以预期自己 有可能会迷路走进一个死无童 随时准备好 选择倒退出来另寻他路 我们总是认为人生就像是马拉松 是这样的 只有一条路线 从起点到终点 一直往前跑就行 但实际上他却是这样的 有许许多多的分岔路 许许多多的路径和死无童 不来回寻觅的话 可能还找不到出路呢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过好这一生的话 我们就要学会这样做 当你发现此路可行的时候 就持续的向前探索更多的可人性 接手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分岔路 而当你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死无童 陷入胶着的状态 那就不妨试试看倒退几步 回到当初的分岔路上 再选择另一条出路试看吧 因为人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在死无童里面 原地踏步 我们不只要勇敢的做选择 在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 也要勇敢的放弃 倒退几步 寻求其他的途径 这样做才能在这一个迷宫里面 更快的找到出口 想做的事情那么多 要达成的目标也很多 但可惜 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的有限 熬夜想要问看你的事 如果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 你有机会转换跑道 去做另一件想做已久的事情 以下哪些原因 将会成为限制你的最大障碍呢 A. 觉得自己的年纪太大 起步太晚 没有本钱从头开始 B. 转换跑道将会导致收入不稳定 现在的经济负担太大了 C. 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担心自己会后悔 还是D. 其他呢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学习 谢谢大家的观赏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 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 点赞和分享 启发更多的人 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的话 就更好了 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 在每逢周三晚上七点半 谈在你面前的机会了 你也可以订阅免费的好业电子报 我们将会在每期影片上架后 将内容重点整理成精简笔记 发送给大家 方便重温复习 不仅如此 你还会提早获取各种商品的优惠资讯 连接就在下方的资讯款里了 有兴趣的赶快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